大家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齊途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hashtag 你看这边有写着 very Asian 那非常的亚洲 什么叫非常的亚洲呢 这个hashtag 这个主题标准是哪里来的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节新闻报道 那这个 这是个小station 说实在的 所以 它有一个更小的station 它的姐妹station 叫做KSDK 那他involved的是一个人 就是Michelle Lee 他是个韩国人 我想先把故事背景 稍微先跟你说一下 你可能真的会多一点点理解 总之啊 他在介绍一个这个 新年要吃什么的一个segment的时候 segment这个字先讲一下 就一节东西之类叫一个segment 所以我们常讲一个news segment 就是一段新闻这样 所以他在讲一个news segment 讲到新年该吃什么的时候 他讲说 我们新年会吃饺子 因为我是韩国人 这是我们饺子 是一个韩国的饮食 亚洲人常常会吃 过年吃饺子 结果啊 他光是讲这样一句话 被一个白人 的确应该就白人 一个白人的viewer 一个观众 就是留了一个voicemail给他 留个语音信箱给他 语音讯息 说什么呢 说你讲这样子 我觉得很不OK 不OK的原因是因为 要今天换成一个白人 在节目上说你知道吗 白人新年都吃什么什么 那个白人就会被炒掉 为什么 因为会被误解成是 就那种白人自大那种感觉 那所以说他就觉得 你这个亚洲人 你不要在那边电视上跟我讲 说你们亚洲人吃什么 你这样是有点点 反正他有一句结论 就是真的彻底惹怒了大家 就是keep your korean to yourself 他讲的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keep your korean to yourself 把你自己的韩国文化 留给你自己就好了 你不用在电视上跟我们说 我们韩国人都吃什么这样 这很了不起吗 我真的我也不懂 说实在的 所以现在internet上就一股旋风 很多人就 我就来分享美食 然后我就加一个variation 你怎样 所以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刚刚已经找过了 我只要找variation 在twitter上的时候 一堆你看吃拉面吃干面 然后非常好 所以variation 你看到这里有个hashtag 然后这边 be water 李小龙 李小龙一句名言 要像水一样流动之类的 所以讲到了一个 李小龙的什么什么什么 variation又来了 这样子 然后反正就很多了 这个事实们需要 自己的不确定 然后这边也还有 所以真的各种不同的variation 就等于跳过来 你要说 你这样子非常亚洲人 那我们就干脆把这个字 re-possess过来 所以这个东西 也是在文化上常看到的一个字 possess是拥有 所以re-possess就是把一个字给拥有过来 像我们知道黑人的那个 尼格那个字 那个字 黑人自己可以用 因为他们就把这个字 本来是白人叫黑人的歧视字 那现在黑人就把这个字 re-possess过来了 so the repossession of a word 就别人用不OK 但是我们用OK 所以你现在 你叫我们variation 我们自己拿来用 这样OK 像这个字是 骂那个中国人的一个 一个derogatory的一个字 非常racist的一个字 chink 林书豪当年在打 那个纽约尼克队的时候 有一场打得不好 还被人家说 怎么样 你现在有个chink in the armor 这个在那个时候 大家都有在讲这个 这个片语事实上是一个很无伤的片语 可是偏偏就讲到了chink这个字 chink in the armor 他的意思就是你的盔甲 你穿的盔甲有凹陷了 有被破坏到 所以chink in the armor 那很巧的就是他用到了chink这个字在 在里面 那就是一个种族歧视字 那chink这个字就很不OK了 大家都不能用了 可是如果今天是我们这种黄种人来用 像我自己讲说 hey I'm a chink 又怎么样 就没事 OK 所以we can use it with 你讲immunity也可以 impunity更好 所以impunity这个字 顺便多教你一下 punitive这个字就是有惩罚性的 impunity就是 不会有惩罚 无后果 so we can use these racial slurs racial terms with impunity 我们会没事 只要你是自己这个团体里面的一份子这样 好我前面自己讲一堆讲太多了 对不起 我们现在来听一下 这边在讲的这一段 所以就这个人 这是后来的一个报道 但我们要看的是 我这边有一堆的东西 好来这里 here we go 好我们 我带着大家看一下这一小段报道就好了 不会太久 a journalist at our sister station ksdk in st louis has gone viral yeah she did OK 所以一个journalist has gone viral 我希望你刚刚至少听到这一段 那他们讲的是他们的一个sister station 就姐妹站这样 姐妹电视台 还是 应该是电视台没错 我也想把字幕打开 可是虽然他字幕一定是乱七八糟的 but at least we should look it's the number one trend the number one search on yahoo wow OK 所以yahoo上第一名 推特也是 number one trend trend的你知道就潮流 and it's all over a segment she did on new year's traditions so it's all over a segment 所以这一切都是有关于 刚刚讲到一个segment 所以他做的一个segment 有关于这个new year's tradition 新年的习俗 foods that people eat and a comment she made about dumplings take a look 有关于一个comment 他的一个评论 那这评论 it's a comment that she made about dumplings dumpling就 这个字应该很 大家都熟啦 你如果真的你不熟的话 反正打给你看 dumpling就是我们的饺子 好 所以 所以他一开始讲的 其实是各种不同的 不见得一定是亚洲文化里的 所以在new year's day foods 有greens 有black eyed peas 黑眼痘痘 正好是 OK 还有美国人会吃的一种 就玉米面包 corn bread 然后再加上猪肉这些的 Why? I ate dumpling soup That's what a lot of Korean people do 就这样 I ate dumpling soup That's what a lot of Korean people do 我吃水饺 加个soup 水饺汤之类的 那这就是韩国人会做的事 sure Now in response the anchor Michelle Lee received a voicemail from a viewer that complained about her being quote and this is the viewer's quote very Asian 所以就有一个viewer打电话来 留给他一个voicemail 抱怨他有关于 her being very Asian 所以他才强调一下 这是这个viewer的quote 也就是说这是那个viewer说的 quote这个字我们讲过 就是这个 这个叫air quote 在空气中比这个引号 上引号下引号 那我们还说一个叫做 open quote 叫n quote这样子 或者我们叫它quote unquote ok 所以有一个quote 然后走一走之后会有一个unquote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 前面这个是quote 讲到后来你要把它结束掉 你还有一个unquote 这样 所以quoteunquote 然后中间加你想讲的东西 等一下我们听他继续说下去 Michelle posted a video to Instagram playing the woman's voicemail the woman said quote your Asian anchor mention something about being Asian and Asian people eat dumplings on New Year's Day 他讲得很长有没有 你刚刚有没有听到他讲了一句quote 那我们现在就在等他unquote unquote这样子 我再让你听一次 前面刚过了对不起 再往前一点点 没抓到再一次 the woman said quote see the woman said quote 所以当这个 刚刚这个瘦瘦的这个金发 女主播讲quote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接下来所说的话 并不是女主播说的 也不是这个亚洲人说的 ok 他在quote的就是 这个女人的voicemail 他的语音讯息 好 再让你听一次好了 the woman said quote ok quote 所以接下来是这个女生 女观众说的话 你的Asian anchor anchor就主播 我刚刚可能没特别讲到 主播 所以你们的这个亚洲 亚裔的主播 anchor 亚裔的主播提到了 mention提到了 something about being Asian 有一些有关于当亚洲人 身为亚洲人的事情 然后亚洲人在 New Year's Day 也就是1月1号元旦的时候 就是New Year's Day 吃 dumplings I don't think it was very appropriate that she said that OK 我不觉得这是很恰当的 她说这件事情 她觉得不恰当 I don't think it was very appropriate that she said that appropriate这个字应该还好啦 appropriate 所以她不觉得这样很appropriate she was being quote variation 然后she was being quote 然后她又再quote一次 所以她现在的状态 所以在quotation里面 还有quote 所以她认为她 非常的Asian she can keep her quote Korean to herself 所以又来了一次 又quote 她可以把她的自己的 我刚才打过 she can keep her Korean to herself 那我讲的是you了 那套进去 一样的概念 because if a white person would say that they would get fired end quote OK 如果一个白人说 if a white person said that they would get fired 他们就会被炒鱿鱼 这样 所以你看 最后终于听到 end quote 所以这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quote 用unquote 或是她用end quote 都OK这样子 wow all right so Michelle's Instagram response went viral 所以这个Michelle Lee 刚刚这位 Korean的这个 韓裔的美国人 她的Instagram viral 所以went viral go viral 这个概念应该 没什么问题 go viral like I said it's everywhere and the hashtag variation is trending all over twitter OK 所以这个hashtag 也就是主题标签 variation trending all over twitter 到处都是 news outlets like CNN and TMZ reported on Michelle's story 好 像CNN或TMZ TMZ是专门爆八卦的 这两个出口 news outlet 就是出口的意思 这几个字都顺便补一下 news outlet 新闻出口 and to talk to us all about it please welcome Michelle Lee 所以接下来 他们要采访一下 这位Michelle Lee we thank you for first of all I'm just all right 好 我们到这里就好 因为它还有八分钟左右的长度 我们不可能把这cover完 我希望这是一个影子 请点下面连结 就这个影片 你自己把它看完 OK 对着有兴趣的 自己把它看完 我所做的就是 指引一下门在这里 请你要自己打开门走进去 剩下的英文你自己学 前面开头的一些 讲了一些大概的 该有知道的字 背后的背景 你把故事都已经听懂了 接下来的部分 应该就会简单一点点 有问题的下面可以留言 我们再讨论 我做到这里就好了 OK 要不要复习一下下 一些字还OK Segment就一节一节东西 Segment 通常讲的是节目类的东西 所以刚刚这样 所以现在他们在做的 就属于一个news segment OK Keep your Korean to yourself Keep her Korean to herself 你要当韩国人自己去当 讲很不客气 这真的很不OK 然后他用了这个variation 现在整个推特上 所有的亚洲人 把这个term拿回来 We're repossessing the term 你不可以用 你是白人 我们可以用 因为我们是亚洲人 所以这种文字上的repossession OK 我刚比喻过的是一个 N开头的那一个字 The N word 就中文讲 尼格那个字 OK 然后chink这个字 是只有亚洲人自己可以用 就因为我们自己是亚洲人 我们可以用 一个黑人叫你chink 请你揍他 我讲这么明白 一个黑人敢叫你chink的话 你就打他 算我的 OK 好 所以这个是我当 我讲到刚那个 林书豪曾经发生过的 曾经有一个纽约的报纸说 他某一场打得不好 他就怎么样 chink in the armor 结果后来那个新闻 那个报纸也 应该也遭受了一些 非常大的这个 社会上的一个 我们讲说这种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林书豪之类的 我们有时候讲到 public backlash 就是那种公众 或者public outcry 公众的哗然 所以公众的一个反击的概念 这样子 所以你做了一件事情 得到社会大众的一个反扑 backlash这样子 好 然后刚刚讲到 impunity就是无罪的 你做什么事情 不会有任何责罚后果的 impunity 所以有些字是属于我们的字 we can use it with impunity 别人来用 不行 OK 所以punitive就是处罚的 有一些社会的规章是有处罚性的 有一些没有 大概是这样 好 dumpling是水饺没问题 quote跟 呃 quote就引用 这样子 所以quote unquote 或者quote end quote 这样子 something goes viral 大家就病毒式的散发出去 好 anchor是新闻主播 他也是毛的意思 传的那个毛 这个毛 ok cool appropriate 适当恰当的 这个字还有个动词的用法 发音是一样 也就是把人家文化偷过来用 我今天如果扎一些雷鬼便之类的话 那我就算是一种cultural appropriation 对黑人来说 这样 然后最后news outlet就是新闻出口 可以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是Paul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